晚安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吉隆新闻 我是张启腾 也许夏日饮用水安全显得格外的重要 环保局5月份针对全市各级学校饮水水质进行采样检验的工作 发现有5间不合格 环保局也开出了限期改善单 要求学校立即改善 环保局的机裁人员用酒精片先将水龙头进行消毒 再取出无菌的真空袋 抽取样本 每个动作都要格外的小心 接着男生宿舍内的饮用开饮机 也逐一的取样带回化验 这里是海洋大学的男生宿舍 为了确保学生饮用水的安全 校方定期清洗水塔并做大肠杆菌的测试 会利用寒假跟暑假各清洗一次 那这个清洗是全面的 就是把水池的水都抽干 然后让这个施工的人员进去底部做清洁的工作 为了确保夏季期间学校饮用水的安全 环保局从五月份针对全市各级学校的饮用水进行采样抽烟的工作 包括水塔和饮水机出现的结果出炉 今年度的报告来看的话 总共在这154件里面有五件是不合格的 那占的比例大概是80 合格率是84%的水准 那今年度针对这五家不合格的一个单位 我们也都发文要求他们进行改善的工作 除了各级学校的饮用水要定期的管理 环保局也呼吁民众家中的水塔每半年就要固定的清洗 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关系你水塔里面的干 有没有干净啊 有没有去做清洁维护泡这个工作 其实水虽然会煮沸会去说再喝下去 可是水塔里面毕竟在里面 它的清洁度有没有长髒够或其他衣服跑进去 我们没办法去发现 所以还是要呼吁说请民众或是市民朋友们 一定要去做每一年至少要做水塔一次到两次的一个自我清理 环保局表示 抽烟不合格的学校将限期改善 7月份将会进行复验的工作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